我原本想要轉話題 班國學未打 我對港式西餐有很多意見 他說還有些事情要說 興趣來了 等如剛才說的 寫名人住傳 不,那些慢一步 真的寫了,慢一步真的要寫 瑞士雞翼 什麼沙丹豬扒 我補充一下,沙丹豬扒 就不是什麼沙丹 是Standard Standard Standard Pork Rice 是 Swish Chicken Wing 這麼麻煩 那你怎麼翻譯 翻譯那些短鼓 你老友監聽著你 他說 班哥出傳記 我會挑戰他 我不管他 我現在很專業地做這個節目 對,沒錯 還有沒有什麼 是肯定香港人製造出來的 譬如說 維也納牛仔 維也納牛仔 是否就是 炸牛仔 炸牛仔 我在維也納真的吃過 有沒有吃過 有有維也納肉排 那些人又以為 去維也納吃豬扒炸豬扒 錯了 其實是牛仔肉 兩片牛仔肉 一塊芝士 一塊火腿 然後爆香炸 為什麼這樣 原來 香港做法是這樣的 維也納不是這樣的 不知道 我最清楚維也納沒有去過很多次 我解釋你 我是香港的做法 炒俄羅斯牛肉 牛柳絲 俄羅斯牛柳絲 可能俄羅斯沒有的 是否有微菜來炒 有微菜 你說 鬼佬 What 有變種 我又要加點燒忌廉 不是吧 不覺的 有的 你煮了你不知道 等於以前有間 俄羅斯餐廳 叫做紅雞 紅雞 餐廳 是不是在鮮沙咀 好像是 有一個很出名的 叫炸雪雞 現在沒有人會做 什麼叫炸雪雞 即是雞 它是雪雞 不是錯 是雞肉拍扁 拍得很薄 像紙一樣 現在很多人的做法都是這樣的 然後 煮了牛油卷的桶 一個三角形 包了它 用包糠彈炸 其實很膩的 其實很膩的 我聽你說的 一批牛油 炸雪雞 什麼是雪雞呢 一批牛油雞 哈哈哈哈 很多 很多的 那個時候 長哥跟我們那個年代 你叫長哥嗎 長仔嘛 我們那個年代 初初入行是 基本的東西要認識的 但是你五星級不容許你做這些事 什麼呀 不是 你要認識的 五星級怎麼會賣沙丹豬扒 就是了 但是這樣呀 在馬會的餐廳 是有港式焗豬扒飯的 是的 因為已經可以登堂入室了 港式豬扒飯是什麼呢 要炒飯底的 是的 但是 有些做得很差 是的 怎樣做得差呢 它沉底有很多油 那就不對 為什麼它要加這麼多油呢 那就不對 我知道 它明知不對 也要加這麼多油 那就名廚和你的垃圾廚的分別 你做得自己和我 哈哈哈哈 我很用心做廚的 你現在查一下香港名廚有沒有梁家權的名字 你查一下吧 我真的怕 一兩年後有 那你到時再說 哈哈哈哈 有些焗豬扒飯 大佬 炒飯底是油的 很離譜 對嗎 因為它怕太焦 所以就下油了 所以有些地方 你去到指定吃豬扒飯很出名 就出名就是這樣 對嗎 對嗎 這些是怎麼說呢 他自己的習慣 以及他自己對主要的要求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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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叫做劉一手,火鍋啊 劉一手 我給你一個鐘告 劉一手,蔡蘭提示,劉一手 好好好 其實誰都說得對,話到嘴邊流半句 你從事處陽三分 OK,明白嗎? 雖然你是明嘴,你自己想想 大聲公也不留一手 誰啊? 人家串得起 有些串得起都串不起 有些倉持奶 你跟我做節目是不是很激氣 激到吐血,又吐不出 楊修知死是甚麼意思 楊修就是這樣 楊修就是這樣,他比曹操還要死 所以我就知死 楊修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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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什麼是主播 或是等於秘書仔 對嗎? 我會檢討 大佬,人家老闆還沒說 你搶著老闆說話 你不想死都不行 你用的典故是有點對的 你不要做楊秀 他很聰明 那蕭河也死了 蕭河不是 蕭河是 錯課的三大功臣 你有沒有搞錯 蕭河、韓信 半軍如半虎 蕭河後來走了沒有死 韓信慘 張梁走 張梁最聰 張梁連名字都改 初唐三傑 不是 漢初三傑 我也改名 改成斜拳 你跟我改名 我真的能回答你 但是 韓信 就是蕭河 知道他是不得了 找他回來 但是 韓信有一件事 他說 漢高祖怕他有兵權 要殺他 嗯 漢高祖知道他有天下兵權殺他 我也知道鄧炳強有兵權 遲早 來了 那個駱先生來了 不得了 這個不得了 究竟是駱惠寧還是駱威娜呢 不是 這個人 你看他的三庭 這個人不得了 你想想 你看他的相 三庭 你說不要她平平穩穩的樣子 這人走路 我看過步發 你們兒看著我 我還看步發行路 蹭蹭蹭 整個包請 你們收縮 啊 那どうし 你走路大大大沒用 輕挑 大賺錢費 我三庭都可以 你怎麽跟人家下主任比 你真是說話 我不是很看得起 你看不起你的事 人家正在做的事 這事是講事實 人家下來清場 說你聽吧 不是掃場 清場 好 講回你的 我說過那個 大統 你看 是不是 你這麽厲害 我讚你 我真的不知道他出什麽 原來都沒有看過那些照片 我最近在中山邦站在一間很高檔 叫做山東老家 專門做喊鴨 但是蝦鴨很便宜 但是很好吃 大董很貴 等著跟你說 168元 一隻 一隻 168元 大概是1190元 差不多 真的大 還要給你跟好東西 講蝦鴨 最貴是大董 最難吃 全最貴 慘不慘 八年老店 是最難吃 但是大董懂得迎合新的飲食潮 對 最平民化的便宜坊 便宜坊 即是北京 還有一間叫尼群 尼泉和美 我都去過 還有一間在咖哩中心 那間也是吃蝦鴨很出名的 即是國學年很容易找到 香港就是大都 還有沙田海魚的那間 十八元 不錯的 也不錯 那些幾間 沙田海魚的那間 是在玻璃上給你看看 是 因為大廚請我吃過 請我去 另外那個 六明春也有蝦鴨 是的 真的 也不錯 就是看你要求什麼 很有趣的 那些蝦鴨怎麼片 那把刀是很有趣的 短短長長的 這個山東老家 他就說 就是用蝦鴨來吸引客人來光顧 他主要是賣那些 我們叫做什麼 有一點山東菜 因為現在大陸沒辦法 你不能專門買一件事 你生存不到 即是中菜都加水煮魚 就是 結果 全溫從哪一省來得 我們很多省都有 對 以前北京樓的坑鴨也不錯 佐敦那間 美芯 美芯 美芯北京樓 我知道 我想說 在佐敦也有一間北京樓 不是美芯 那間結業 美芯 智地也有 還有星光行也有 北京樓 是 很出名的 烤鴨也很出名 外國人喜歡吃烤鴨 是的 因為吸引 為什麼呢 一個黑衣 一個富貴龜 一個烤鴨 是在你面前做的 外國人喜歡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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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喜歡吃 外國人喜歡吃 點心 對 點心還是點心 即是主菜 菜就是 烤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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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鴨肉 烤鴨是否熬湯 烤鴨有些人不要 有些人熬湯 有些人會熬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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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鴨 其實烤鴨 我和你講歷史 幫你上課 烤鴨本身叫南京金陵烤鴨 為何金陵烤鴨不是鹽水鴨 有兩樣 之前是鹽水鴨 接著是烤鴨 明朝時 烤鴨不是北京烤鴨 不是在北京 是在南京傳過去 因為明朝在帝都時 是在南京 即是元太祖、朱元璋 不是叫做健康嗎 健康又不是那個地方 不是也是那個地方 最後明早就遷都去北京 那些人以為北京烤鴨 其實是南京烤鴨 最原始是南京 不是北京 就是這樣 你問烤鴨 正宗有幾個建 有口舊 不是吧 是呀 亂砍 不行 不是砍 亂砍 不是他們說正宗是108片 因為符合羅漢的精神 有些人說是120片 其實這些是任你說的 是呀 難道是數 我真的會 你這樣說 我會找一次去數 正宗 老實說 你香港那些 會不會數108片給你 大陸真的會 是呀 是呀 還有你去沙田可遇吃的烤鴨 他最初去烤 他把空前面那些 那些皮 那個最厚的 最肥的 做法 我考據過 全聚的那種是明爐烤鴨 然後是門燒 門爐烤鴨是便宜坊的 什麼叫門爐呢 其實我和你去過 在中山那裡 丟在燒紅的爐 然後蓋上烤鴨 蓋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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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烤 但是其實是比較香的 是的 是各有特色的 不能講哪個高低 但是呢 現在的全聚得是衰 做爛了自己的招牌 因為外國人來吃 因為人們說他百年老店 本地人不去 原來外國人也不去 又貴又不好吃 問題是自己擲招牌 你說明爐還是什麼爐 沒有所謂 廣東多數都是明爐燒鵝 因為明爐是最快手 悶燒鵝又怕它過籠才揭開蓋 那次我們不是看到 在神灣大排檔 在燒鵝上擺盤 我為何拿出來 原來猛火就頂不住 那個有點失手 太猛了 皮已經爆了 很厲害 放下去一兩分鐘已經爆了 不頂不住 馬上拿出來 你幹什麼 你可知道有多高溫 真的想不到 但是蝦鴨是否這麼好吃 見仁見智 我經常覺得皮吃一塊就好 但在北京吃多一點 除了蝦鴨皮還有一個燒餅 燒餅很脆的 芝麻燒餅 有很多燒餅 一定要有 如果沒有就說你不正宗 北京人吃的 更招職 因為人們太有文化 跟你說一樣 說了一個小時還沒吃 我和你也說了一個小時還沒吃 不過喝了很多 是真的 北京人很頂不住 你說吹嗎 你去北京 你去北京 排最後的就輪到你去說吹 他最流行說 和你去茶館 有時候吹 真的有間模仿茶館的茶館 即是說的士司機和你吹了牌 北京人說話很厲害 天下最能吹人就是北京人 好了 接下來下一張照片 下一張照片 這個 等一下 這是什麼雞 這是我們叫做 撥頭雞 不是 是鑊仔煎雞 蛤 是啊 煎那些 挺好吃的 煎雞卷 煎雞卷 但這是山東菜 我要考究一下 山東雞不是這樣 山東燒雞不是這樣 不是燒雞 是煎雞 我沒有說燒雞 他就這樣平 什麼味道都沒有 有 他不是沙薑 有醬料 但也挺好吃的 鴨也是160多元 這幾十元 女兒 你介紹的煎雞 香飄千里生煎雞 招牌菜 它用鐵鍋 鐵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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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天特色 山東菜是不開燒雞 或者類似煎雞 錯 山東菜就是老菜 因為山東菜 很多廚師到北京下席 大董本身是做老菜 山東菜 大董出身就做老菜 但是山東菜又有分 還有一個孔家菜 更高級 孔虎菜 因為山東 孔子 名優自重 是皇帝 遇刺給他 有廚師有成 他比較講究 精細一點 老菜 我們要快點說 有幾張照片 下一張 還有沒有 這個是腐皮撈的木耳 但這個腐皮沒有你曾經給我看過另一次的腐皮這麼漂亮 不 這個是那些叫做糧菜 噢 糧菜 有花生 對 糧菜 但這間店是抵食 而且服務很好 而且價錢不貴 好 還有三張照片 還有三張 有這麼多的 這個炒菜花 椰菜花 那些叫做什麼 新式的椰菜花 那些肥豬肉 它不是肥肉 肥豬肉炒 鐵鍋炒 很流行鐵鍋 還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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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是涼皮 不是 涼粉 涼皮 不要叫涼皮 涼皮 是嗎 外省菜不是涼粉 是涼皮 嗯 其實就類似那些粉皮 即是粉皮 只不過 它熱食 冬食 冬食 這些是前菜 通常會辣辣的 通常有些是放芝麻醬 有些是放辣醬 但通常是放芝麻醬 主要是吃一張鴨 好像還有一張照片 去買了 這是什麼 這是排骨 排骨 下面加薄脆 我剛才說很奇怪 下面是什麼 薄脆 麵粉 什麼 這是椒鹽 椒鹽 椒鹽 小排骨 小排骨 好像你這樣 但它變成不是一個地方菜 即是你吃這間餐廳 純山東特色 我之前也跟你說 問題就是 烤雅兔山東 山東老家 其實你去吃東西就是 你要有心理準備 現在是 生及底 聯合國 有心理準備 沒所謂的 吃東西 現在你不是說 我不是這個菜 我不吃 那就不對 沒有這個必要 大家都是 享受一下人生 就算了 我沒有你這麼執著 不是 那你完成了一件事 我知道 你就是這樣 你那些叫做 一事惡惡 人家說你是惡愚居公 你自己說 不關我的事 你自己說 人家說你一事惡 即是說你清高 是啊 我明白嗎 對 不是誡毀你 一事 對 這麼容易一事惡惡 這麼容易學立歸裙 不是的 人生緊要完成一些目標 那就好 沒問題 我下個目標 是幫你寫自傳 人家那些 朝聖三季九寇 在雪山爬上廟 布特拉宮 那些厲害嗎 人家不止 那些是整個車載在派上 用五體投射 是的 再翻上來再做 是的 由他家鄉一路走去 沿途也是這樣開 是的 哇 這是一種的決志 是的 這種對宗教的委身 真的不是常人達到 明天開始 你們的苦行生活 苦行生活